蔥瑄北的詞曲 王olics Wave Solar mee denken下第三題 你們談得接什麼 是覺得那個 語言人力 和認知人力是相輔相成的 因為這個符號 小朋友會對腐化有認識 可是腐化就代表他對抽象概念 抽象概念的認知他是指導的 然後像就是文法的使用 也是涉及到認知能力 然後再來就是語言發展 他需要更多認知能力的支持 他能對某個東西的定義 他更多的認知或了解 他都會在語言使用上 就更多了解 所以你起碼告訴我們說語言跟認知 的確是非常有關聯性的 你剛剛舉了很多的例子 那至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到底誰影響誰 剛才你們這一組有沒有什麼討論 其他組也可以想一想 等一下也可以發表一下 你們這一組剛才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有沒有談到認知跟語言他們之間 他們一定有關聯就你們來說 那那個關聯到底是什麼 是語言影響認知還是認知影響語言 還是互相影響 互相影響 OK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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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比如說 可是那是第四季 好就是 就是他知道那個是球 然後他也知道他怎麼唸 然後這樣子就互相的影響 對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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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懂了嗎 懂了解釋給老師聽 他說一個小孩他知道那是球 然後他也知道怎麼唸 所以 所以這兩者之間的關聯在哪裡 有沒有人聽懂了可以解釋給老師 來佩穎你做個看 因為大人通常說這是球吧 嗯哼 然後所以他就 會開始知道說 這個圓圓的東西就叫球 然後他就開始認知發展 然後 然後那個語言能力就會跟認知發展 開始結合在一起 然後 當 他想跟別人說這是球的時候 他就又要自己說出來 去念語言 好 對 然後那叫他 OK 好 不過我剛剛聽這樣子講起來 好像還是認知影響語言比較多 因為他有人幫助他了解這個東西 叫做球 好是這個含義了嘛 所以他會說了 好 所以這個面相上看起來好像是認知影響語言比較多 有沒有人要提供反例 好 好 我們一開始 像我們一開始 這球沒有一開始認知一些名詞 然後他 他可能他認知能力發展 就只能認知一些名詞 然後他說出來的 他說 我知道籤筆盒 籤筆 桌子 然後 讓他的那個 認知的發展 就從具體慢慢抽象 可以認識形容詞 然後他可以 就是他的語言發展 就可以知道說 我知道漂亮的 高的 就是都是用比照出來的 那種 就是慢慢的成長 然後他 又利用語言 又再去 就是讓他的 就是他 讓他學習更好 然後又是 一層一層的 我覺得是 互相架構上去是吧 對 我覺得是先認知 就是 就是 就是從那個 就是從那個 學習 智慧的那樣方面 嗯 來看的話 就是 就是互相有想的 你先 學習到名詞 然後語言發展到名詞 然後 就是慢慢的 就 拿一個形容詞 去形容那個名詞 然後 然後 他反正是在認證 就是說 我學會了更多 然後 瞭解更多 然後 然後 學習了更多 因為我 OK好 老師把剛才那個 惠如講的 稍微簡化一下 就是 我們剛才已經證明了說 從你們的觀點 已經證明了說 認知會影響語言 對不對 因為他學會這個概念的時候呢 他又學到這個概念 該怎麼稱呼 所以認知影響了語言 那語言影響認知的部分 你剛才有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說 當孩子學會了很多的語言的時候 他可以運用這個語言來做思考 來幫助他理解更深的概念 因為這個語言的架構跟堆疊呢 會幫助他去了解更深的概念 譬如說他學過大學過小 可是當他要學真正的大小的這個比較概念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運用這個精確的大跟小的語言 來表達說這個 剛好沒有 假定我們說這個杯子比這個杯子大 所以他學過大學過小 這個時候呢 他可以說這個杯子比這個杯子大 好 所以他用精確的語言可以幫助他去釐清一些 他接下來要學的認知的概念 可是他新學到這個認知的概念 又幫助他去學會新的語言 所以你剛剛說這兩個是互相架構 互相堆疊的 好 OK 好說明的很不錯喔 好 雖然很抽象 但是你儀式的把它說出來 好 還有沒有任何人要針對這個議題做什麼想法 到底是純粹的語言能力還是認知還是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觀念 還有誰想說什麼 有沒有人覺得說就是語言影響認知的 OK 就是如果小孩子發問有時候他會指那個那個 然後媽媽就會跟他講說那個是什麼 那個那個也算是普通語言嘛 是啊 對啊 那這樣的話那是不是就是語言發表 就是影響認知 OK 好 所以他用語言做一個工具來尋求知識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舉的例子很好 孩子就問說那個是什麼 然後媽媽就告訴他 這是椅子是用來做的 所以他就學會了椅子的概念了 所以他運用語言做一個工具來學習新的概念 好 這個是很好的例子 好 還有誰要補充什麼嗎 OK 好 這個這個議題也是還在談喔 然後語言學家跟心理學家都還在談 而且目前也有很多種不同的觀點 有人認為他們之間相互有關係 這個是確定的 沒有任何人說他們之間沒有關係 但是到底是誰影響誰 或者是說有沒有先後秩序的關係 這個還在談 好 我們看到第四題你們剛才談的是 你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有這樣的 也有 他的問題是在於難過的過程 額頭是主動的創造者呢 還是非常有接受的 那如果是主動的創造者的話呢 他就是 小朋友他一開始 他可能學基礎之後啊 他會就是聽你一個東西叫什麼 就是在他的心裡面那個東西叫什麼 然後呢 經過 不過只有他一個人這樣講嘛 所以他後來經過童話跟調適之後 就是 就是成人啊 或者是同儕 給他的一些經驗 然後他就會改成大家的相同的東西 好 然後相反過來 如果是被動的接受者的話呢 他們就是 比如說 就是大人知道他這個是一隻狗 那他的定義就可能分兩種 就定 就第一種是 四隻腳的都是狗 所以他可能就會去 就自己用創造物理 就是他會自己去想別的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狗一巴是狗 他可能沒有知道他是全體的概念 然後就是 他會有進一步一樣的擁抱 然後我們剛才有講到那個 在創造物理的方面啊 就是 就是我們在小學還是什麼時候 就 那就可能 就跟同才 就兩個人都知道的事情 然後就會有暗號 這個也是創造物理的方式 OK 好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孩子還是會主動的創發語言 雖然大部分的語言 可能要別人教他 他才會學會那個語詞 可是事實上他可能會有自己的詮釋 然後也可能會發展出自己的符號的使用 OK 所以兩者都有 好 那這個議題呢 當然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還莫衷於事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觀點 同時存在 好 我們看看最後一個議題 最後一個議題是 語言是不是人類所獨有的 你們這一組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這組的呢 不是 因為就是 嗯 其他 就是動物 尤其是 特別是群聚的動物 因為共同生活 我們他們有屬於他們的物件語言 可能不見得是 像我們這樣 可能他們的叫聲 或是 肢體動作 對他們來講都是個語言 然後我們有舉例啊 例如說 像蝙蝠啊 海魂可能用超音波來溝通 然後 星星這之類的 就可能會有 自己的語言 然後 狗啊 然後 然後會透過氣味 或是叫聲 來傳達訊息 例如說 狗可能會透過 呃 可能摩測啊 或是 呃 小便之類的 來表達 哎 這是我的地方 那其他狗可能就會知道 然後 蜜蝠也會靠跳舞 來告訴其他怎麼辦 說 欸 食物的原因 像比如什麼 好像比較近是跳八字吧 嗯 嗯 然後 蚂蚁也會透過氣味 來告訴他們 原本 在出鍋裡面的頭髮 就是食物的所在地 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 語言不見得是只有我們 其他動物 就是 嗯 所以其他動物也很顯然的 有一些某種形式的溝通的系統 好 假如我們用廣義的那個符號系統來看 或是語言系統來看 似乎不同的群聚性的動物 都會有他們自己發展出來的溝通的方式 不知道其他的組 對這個議題有沒有什麼要說的 其他的同學你們覺得呢 語言是不是人類獨有的 有沒有誰還沒有機會說到話的 你願意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還是你們都同意他們這一組的說法 很有道理齁 OK好 我們這幾個議題呢 我們後面 那個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還會再談到 那但是你們都可以繼續的思考 你自己的想法 到底是什麼 然後看看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不會被別人說服了 好 這個是先讓你們動動腦 以後我們上課的時候 常常都會這樣 就是常常會邀請你們去 小組討論跟思考 好 那老師希望你們會把握那個機會 去抹一抹你的想法 好 不要只是聽別人說 因為其實等一下老師馬上就會介紹 即便是針對孩子的語言發展 就會有很多很多種不同的觀點出現 那這些學者呢 每一個他的理論提出來之後 都說得頭頭是道 你光聽一個理論你都會覺得很有道理 他講得都通 所以到最後我們自己必須要去批判 跟去決定說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合疑 比較能夠解釋你所看到的語文發展的現象 好 那我們就進入下面的 我們先看一下語言它本身有好幾個要素 這個你們以前在兒發有學過 老師就很快的帶過去就好了 我們曉得語言呢 它其實有五個面向 第一個當然是語音 第二個呢是語意 第三個呢是語法 第四個是語用 第五個是語形 那前面三個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語用我們稍微說一下 語用指的就是一個使用者 他知道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 該如何適當的去運用語言 好這個叫做語用 你們在兒發的時候是不是有談過這個 應該有啦好 好那我們語用稍微舉一兩個例子就好了 因為我相信你們一定都大概都了解了 在你們生活當中有沒有什麼很明顯的語用 的合疑性或者是不合疑性的例子 可以從你自己的生活當中去想 有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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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對長輩的成為的方式 好跟晚輩不同 你能舉個例子嗎 有一種就是那種 對老師就說你好 然後對同學就說你好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親戚的 親戚的成為 就是他就是同一個人 就是他自己的成為 OK好 對這個是很好的例子 像你剛剛講說你好跟你好 就會用在不同的對象對不對 好還有沒有其他的例子 我們再聽一個就好了 我相信大家這個應該是理解的 這邊有沒有人要舉個例子給我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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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我們看到孩子的時候為了要讓他容易了解或是容易親近我們就會跟他用比較耳語式的說法可是你很顯然不會跟長輩會有跟你的評輩用這樣的說法對不對好 好那我想大家都了解了 最後這個語形呢 指的就是語言外顯的形式 語言外顯實質 那通常他都是以符號的形式呈現 也就是我們說的書面的語言的形式 那個叫語形 好那最後這幾個 這幾個面向應該都OK了 等下 這幾個面向應該都好 然後を請人 請坐 請坐 請坐